大家好 我是五仔 歡迎大家在尖粉全面進場 我們今天講閻明熙 喊談戀情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我們的人氣小天后 閻明熙 近來我有看新聞女王 他唱過片尾曲的英文歌 有人說很好聽 這套戲真是很好看 首歌都不錯 真是不錯 但始終你英文歌 我覺得很難打入香港主流市場 他是很好聽的 但你問會否有一個英文歌可以打入去叱測TVB 以前王菲也有一個Final Fantasy 他唱得很好聽 這是事實 喊談戀情不排除接受異地戀 哎呀 神經病 異地戀 首先 估計他的樂迷是否會接受他拍拖 你們接不接受 我自己個人 我無所謂 現在已經成年了 拿身份證了 我自己本身沒問題 如果一個歌手經常唱情歌沒有愛情 那怎樣唱呢 苦戀那些都要認識 七情六欲沒有的 很難做歌手的 那我自己就不反對 當然要認識一個好兒子 那有些實力派歌手拍拖 譬如是陳慧嫻 梅艷芳 阿Jam 他們拍拖得來都是異地戀 尤其是阿Jam和梅艷芳 很多人拿他們來比較 那究竟對阿閻明熙會不會有影響呢 那我們就分析一下 是 嘩 原來TVB有先例劇集英文歌 Youtube是破千萬點擊的 Youtube紅又好嗎 但是 咦 不是呀 如果英文歌紅可以衝出世界 分分鐘 宇宙巨都不定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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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氣吳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鴨 今天想說一下閻明熙 早前出席了一個韓劇歌曲音樂會 當中他竟然 罕有地揭起自己感情狀況 對愛情持開放態度 亦不排除去韓國發展接受異地戀 當然我覺得他提到韓國發展接受異地戀 這件事只不過是當時 參加一個與韓國有關的Event才這麼說 但我比較著眼點就是 他罕有地說其實也可以拍拖 這句話其實是不是有點暗示呢 同時間觀眾也會接不接受 嚴明熙去拍拖呢 今天想分析一下 另外更來《新聞女王》片尾曲那首英文歌 《Crystal Queer》也是嚴眉稀唱的 講一下我對這首歌的看法是怎樣 不如我先說一首歌的看法吧 其實TVB也不是第一次在劇集中有英文歌 在我印象中早在90年代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TVB的劇集 你都會聽到一些英文歌 例如當年《我本善良》 或者《一號黃庭》 《一號黃庭》應該大家比較記得 或者《妙手人心》等等 就算去到《唐心風暴義》 或者《沖上雲宵》都有播出英文歌 但那個年代通常都是播出外國人主唱的版本 因為那個年代連張學友也曾經試過出英文碟 但那個年代不是那麼容易接受的歌手唱英文歌 當然我知道早期的時候 例如Teddy Robin、Sam Huy、Warner那時候都是唱英文歌 但後來在《尤語》的盛行之後 反而香港人又不是很習慣聽香港人唱英文歌 但後來到了2000年後期或者近10年 TVB也有很多劇集在我印象中 都有找回自己的歌手去唱英文歌 例如近期少少《白色強人》 我記得譚嘉宜也唱了一首歌 《Can You Hear?》 我看到譚嘉宜這首歌 在Youtube點擊竟然有1200多萬 即是其實如果將那些劇集轉為英文歌 是有助那首歌或者那部劇集 在香港以外的觀眾去認識的 所以我覺得TVB《有人新聞呂浪》 這次其實也頗為扔本去拍 單看第一集已經覺得 超越了近幾年TVB的劇集的水準 劇力令我覺得好像在看韓劇或者日劇 例如我看穆川託哉的劇集 首集第一集的劇集 劇集和製作都比較大型 大家都知道TVB很多時候拍劇有限至今 都能做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也是想 這部劇可以走得國際一點 走出香港以外甚至華人以外的人都留意去看這部劇集 所以特意找嚴棄過來唱這首主題曲 嚴棄唱成怎樣 簡單地說就是三個字 超好聽 再說下去就完全唱出來 很有感染力和穿透力 聲音很清透 很有感情 很難得她的英文都唱得挺好的 尤其是她的尾音 T字尾音 S尾音 唱出來覺得很標準 不會覺得是港式英文唱出來 而且她唱的英文 只是字母連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 嚴棄那一代 香港人學英文已經有少少不同 例如我女兒有主要學英文 你見過A、B、C、D 她不是只教你讀B 她不會只教你讀B 會不會正常那個拼音 怎樣拼出來 會不會教你發音怎麼讀 如果嚴棄那一代也是這樣學英文的話 照計那些英文 其實越來越像外國人的發音 所以真是厲害 去到唱英文 都難得嚴棄嚴棄 當然 例如我見過她 早前去韓劇歌曲音樂會 以及一班韓劇歌曲原唱者一起出席 那次的訪問 嚴棄也說她很喜歡學外語 例如她在14歲的時候 都已經在學韓文 但當時有人英文受課 所以有些事情她聽不明白 因為當時她英文還未算超級厲害 但還要聽著英文學韓文 有人對她來說 有些難度 而且又要給時間去做訓練 所以那段時間最後她就暫停學習 但嚴棄有說她本身對語言是非常有興趣 即是俄文也想學 所以 英文更加不會難到她 即是唱一首英文歌 她一定有研究到底怎樣發音 才去唱 所以我不要說這次有點誇張 我覺得這首英文歌 簡直可以放進去 用作香港的英文朗眾 教材裏面 即是如果你要唱英文歌 或者朗眾的話 就要這樣發音 當然我知道實在在那裡變博 我覺得不是很純正 其實我想說 我在外國讀過書 我對著每一個人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她的口音 我認識到有些印度人 在外國讀過書 其實她說英文特別多卷 卷到我其實不是很聽到她說什麼 所以去到嚴明希 這樣的發音的話 對我來說已經很標準 當然我以前在加拿大讀書 我認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之下 我覺得是標準 但是如果有人在英國讀書 看法又不一樣 所以我預祝嚴明希 希望這首歌 和譚家宜那首歌 一樣 甚至近超越 至少過千萬點擊 說回嚴明希的感情 那次出席韓國音樂會 被問到會不會學韓文之外 去當地發展 嚴明希說 慢慢來順其自然 但嚴明希表示 他不算是韓劇的迷 最記得都是看過一部韓國電影 叫《假如愛有天意》 當中片段還記憶猶新 令他體驗該片的年代愛情 接著我見過訪問 又問到嚴明希可否接受一些弱心戀 他說甜蜜裡面當然會有分歧的弱弱地 之後又會好回來 一段愛情無計可能好到尾 當然也會有 但當中太過神仙 愛情很難 對呀 愛情向來沒有完美 就算一對很完美的情人 也不可能每天他們相處 是完全沒有分歧 完全天衣無縫 完全心靈感應 沒有什麼可能 嚴明希也挺清晰 好過我年輕的時候 聽著學友那首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有一句 《從此以後無依無求》 以為結婚之後是這樣的境界 但結婚之後原來不是 我這些比較蠢 要結婚之後才知道愛情沒有完美的東西 嚴明希也算 早熟 18歲就知道 不同的 他們這一代上網看很多東西 不像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 摘男的話 就真的只躲在家裡 最多看書 化八日夢 但現在的責任 其實是可以打開網絡 看到這個世界嗎 被問到會不會有追求者 嚴明希在這裡笑 沒有啦 但也會保持開放態度 接受異地戀 厲害 這麼早就先說好 因為說到異地戀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想起誰呢 我想起梅艷芳 因為我經常覺得嚴明希和梅艷芳 有些事情都很相似 首先他們兩個也是 在這一類型的比賽裡面 第一屆的冠軍 同時也是很年輕的出道 當然嚴明希比梅艷芳還要早年多出道 因為梅艷芳贏身秀的時候 已經是嚴明希現在18歲這個年齡 但嚴明希是早兩年 兩年前16歲的時候已經贏了聖夢 他們兩位也是當時大台 出了全台之力的力捧的歌手 當然如果你要跟我說 不是啊 梅艷芳在麗園的時候已經出道 那沒話可說 那你一定比梅艷芳更優勝 但一般人當然是說 有唱片公司捧那些 有大機構後面支持 那才是計算真正出道的時間 另外嚴明希說到異地亂的時候 我又想起了 梅艷芳當年 痴戀 近藤真義 即是跟他發展異地亂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1985年的時間 那時候梅艷芳去了日本 看近藤真義的演唱會 兩人還在迪士高中跳舞 當年近藤真義還說 可不可以親他一口 這是一個定情之文 這個傳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之後梅艷芳回到香港之後 經常跟近藤真義通電話 還好似說他一年 梅艷芳可以去七次日本和他共聚 所以如果說到 嚴明希 可不可以談戀愛 而談戀愛的時候 有些觀眾會接受的話 如果根據好像梅艷芳的案件 因為梅艷芳也是賣實力 加上一些形象的包裝 當時那些樂迷是接受梅艷芳可以談戀愛的 當然反過來 有可能如果Chantel 就難一點 因為這些真的是偶像派 情況就等於張學友 神祖個個都知道 跟羅美美拍拖 但劉德華就不能公開 跟朱麗士拍拖 這就是偶像派和實力派的分別 一般實力派歌手 她的粉絲也是接受到她談戀愛的 反過來有人Yumi 就未必那麼方便公開她的戀情 雖然她跟Chantel 比較之下 她沒有完全是純偶像派那一隻 因為她也有跳舞 但她也是偏向有些 挺漂亮 又跳舞又多好 唱歌又多好 所以她這類歌手 都是不說自己的戀情 即是不要公佈出來便會好些 當然有些粉絲說 不是呀 我當閻希是偶像派 甚至有些人直接幻想 閻希有可能是她的伴侶 通常你迷偶像 你會去到這些階段 所以你見到哪個 姜濤 雖然有人說她肥 但實際她也是一個偶像派 她任何傳出去的緋聞 你會看到她的粉絲都是不接受的 就說她有什麼不好 我想說要談一個人 你一定有方法可以談到她 例如當年陳惠咸 其實她有公佈 跟她監製歐丁玉有拍拖談戀愛 陳惠咸介乎是一個偶像和實力派之間的女歌手 她也可以公佈 彭琳也有說跟林海峰拍拖 或者最近前衛的鄭安琪 簡直當歌手的時候 未婚懷孕 鄭安琪也可以紅組下去 這個社會越來越處於一個公開開放性的態度 我覺得女歌手是比較好一點 不要純偶像派 上來聽的就難一點 所以我覺得很放心 嚴明喜去拍拖應該不會影響到她的事業 最重要是嚴明喜摘我的時候 不要像她前輩梅艷芳 喜歡的更藤真演的時候 我想當然她對方一定是唱歌好聽 但是應該都是因為喜歡她的樣子多些 因為其實見Muji很多時候選對象都會選一些英俊或者大隻 但同時間好像去到日本的近藤真演的 又是這麼紅的話 而且是異地亂其實就很難保持下去 即是我不否決異地亂這件事 但如果她喜歡的人 又是一個紅星又是異地亂 又是異地亂 還要是英俊的話 基本上最後一定是分手收場 見Muji和林友嘉也提出 就算當年陳惠嫻 本身跟歐丁有拍拖 後來惠嫻要去讀書 一去外國讀書的時候 他們就變成異地亂 最後也是分手 你想想他們本身已經有一個基本感情基礎 發展到異地亂都要分手 所以異地亂是多難保持下去 除非嚴明熙跟那個人拍拖 一方起碼香港的事件就跟他 或者反過來 對方遷就他 過來香港發展 或者還可以保持下去 加上現在這個網上世界 太容易認識其他人了 所以現在異地亂比以前更難保持下去 不過幸好我見過嚴明熙之前的訪問裡 說他的理想伴侶 沒有說一定要帥哥或大 只是說要一個好人 而且要選一個對方喜歡他多些 多於他喜歡對方 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加上嚴明熙說 宅偶條件要孝順 如果根據他所說的條件 尋找的對象 會很改善前輩妹姐 聽說嚴明熙也挺好笑 小學的時候 他經常喜歡的東西 都還沒說定 心常會左搖右擺 今天喜歡這件事 明天又喜歡那件事 這樣就沒什麼所謂 小朋友是這樣的 還有可能嚴明熙有時候 唱歌的方法 比較多元化 跟他這個性格也有關 因為有時候唱歌也是一種創作的行業 即是你不要只是局限 我只聽這類歌 或者只有這類唱法 那麼多些不同的方法 會長壽些 有時候有些人問 為什麼Eason或者學友 唱歌的時候比較long last 例如有些人 執田或者黃潔 其實唱歌也好 為什麼去不到他們 紅到這樣的地步 除了外形之外 當然學友也不是帥 Eason也不是帥 就是他們唱法其實多變 學友未做四大天王的時候 他的唱法我都看到 每一張唱片都有改變 就算現在學友唱歌 都還在改變 當然有時候學友後期的唱法改變 有時候我未必是我最喜歡的學友 但起碼他有變 所以這個心態 如果以而未起 保持著在唱歌事業 其實是有幫助的 因為歌手唱法都需要多元化 例如當年Muje Muje唱歌 顧之然厲害 但Muje也要保持著形象八變 歌路又八變 才能留得住這麼多觀眾 所以我也祝顏明熙的新歌 Crystal Queer大Hit 可以成為他第一首過千萬點擊的歌 今天漁學新聞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漁學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